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次视频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两块硬盘了 首先这一块呢 是三星PM991一个T的这个硬盘 这位老哥呢 是这样描述的 因为他的电脑呢 只能识别 只能上2242的硬盘 但是呢 这种2242的一T的硬盘 这位老哥说呢 要一千多 但是呢 这种2280的硬盘呢 他只要几百块钱 于是呢 这位老哥呢 就找了一个2280的硬盘 直接把这一段给剪了 硬改成2242的这一个硬盘 剪掉后呢 这位老哥再重新插回电脑 就发现这个硬盘呢 已经不识别了 说到这里呢 我想为这位老哥的机制点个赞了 但是呢 这位老哥可能忽略了一点东西 我们知道呢 有些东西呢 他是可以剪 有些呢 就是不能剪的 好 比如说这个硬盘 我们从切开的这个部位来看 这一边呢 应该还有一些布线在这里的 这位老哥一刀下去后呢 可能就把周围的这些线 直接给他剪断了 从这里来看 这里呢 还有一些布线往这边走过来的 于是呢 在这位老哥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呢 他看到了我的视频 所以呢 为了回血 他又买了一块128G的 这个呢 是原生2242的pm991硬盘 到我这边 想让我给他搬个板 赌一把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一个T的给他复活过来 另一块呢 就是这个假的金斯顿硬盘呢 当年呢 好像很多这种300V的这一种型号的硬盘 假的流到市场上面 这位老哥呢 可能就是这个假盘的受害者啊 为什么说他假呢 因为我已经偷偷给他拆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这边呢 还没撕 这是一块JMF608加美光叉标S8的颗粒啊 这是一个美光叉标的S8 这个假的盘呢 是要做数据的 所以呢 为了节省时间 我先把这个假的盘颗粒给他干下来先 这颗假金斯顿硬盘的颗粒呢 已经连接上了我的电脑 我们先来识别 这边呢 识别出了一个128G的颗粒 我们先来给他保存一下吧 先把这个芯片的底层数据全部给他读出来 我们先读一个C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们来干一下这个三星的硬盘 释放这位老哥的运气呢 不要太差啊 我们先把这个标签给他撕下来先 翻版之后呢 也许可以好啊 因为之前呢 这位老哥是直接剪断后 然后再通电的 如果这位老哥在剪的时候呢 把这线剪断后 然后里面呢 抓成一个短路 然后再插电脑 有可能会把这个芯片给他烧坏啊 这边呢 芯片上面的贴纸呢 我已经全部给他撕下来了 首先呢 我先把这个减坏的硬盘的颗粒给他干下来先了 在干的时候呢 油一定要给够 给够油了才好办事 减坏的这一块呢 我已经把这个颗粒轻松给他干下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好的也给他干下来 刚花了一点时间呢 已经把他这个原来一个踢的颗粒给他植好球了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颗粒重新给他干回这个板子上面 这个板子呢 是包好的 因为我偷 刚才已经偷偷测试过了 这边我花了一点时间呢 已经把这个板子直接给他搬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连接电脑试一下 这边电脑呢 我已经连接上了 并且已经有提示音了 但是呢 这个盘呢 依然没有识别到 还是不行 刚才我呢 又重新试了好多次 包括重新直球 还有加焊这里 都是不可以 他依然是不识别的 但是呢 我刚才已经把我自己的PM971 这一个芯片给他干上去试了一下 这个呢 我的这个呢 是可以识别的 但是他这个呢 依然是不识别 所以呢 这个片子大概率呢 是这位老哥直接给剪坏了 这都是雪玲玲的教训啊 一个T啊 所以呢 这里呢 告诉我们大家 有些东西呢 是不能随便乱剪的 不然的话 就像这个硬盘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假的金斯顿硬盘 这个硬盘呢 我已经把这个颗粒给第一个C给他读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边算法呢 直接找608的 这个是JMF608的算法 我们拖动看一下 可以看到 勉强还算可以吧 但是呢 这边有一些红块啊 我们可以尝试重读一下 看一下这些红块能不能消掉 这边呢 我挑了一个红色区域比较多的一个块 这里呢 我使用重读模式来尝试读一下 这边呢 选择美光 然后开始重读 这边呢 提示06号模式是OK的 06号模式可以把它全部给滤掉 这边呢 我配置一下参数 把参数呢 配置到6号模式上面 然后呢 重新开始读取 这边呢 我又花了一点时间 把这个ECC给它全部修复完了 并且呢 这个片子上面的数据我都读下来了 接下来呢 就把它重组分析一下 这个看起来挺绿的 应该问题不大 看来这次 接下来嘛 我们先来分析一波 这个上区大小大概就是0乘1000这个大小 这个同步方式应该是有交错的 先给它保存一个镜像 先给它保存一个镜像 这个上区大小呢 是1000这个大小 因为我不太确定那边的组合方式啊 这个JMF的组合方式有点奇怪 所以呢 我决定为了保险起见 再给它组一个 这边呢 我再给它保存了一个镜像 然后对比一下这两个镜像 让哪一个效果更好 这边呢 我花了一点时间 已经把这两个镜像给它保存下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镜像的效果怎么样 这边直接打开这个RL Steel 给它扫描一下看看 直接把两个都一起拉进来 这边呢 看起来 运气还不错 分区呢 都直接出来了 看来这第一个才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这边只出了一个分区 应该是有问题的 直接删掉这一个 直接打开这个分区看一下 可以看到分区里面的文件呢 都在里面 这边的文件呢 应该都是可以出全的 看起来没什么毛病 这边呢 第一个分区呢 它可能要扫描一下 因为它这边呢 是直接打不开的 这个可能分区表丢失了 这边扫描完成后呢 直接打开这个分区看一下 这边文件呢 好像都直接出来了 看起来今天运气还不错 还好这个假的金士顿硬盘呢 被我轻松秒杀掉了 金士顿这个硬盘秒杀掉后呢 但是我估计 安心一剔的这位老哥可能就要哭了 给你这些小银 我来说是不是 我来讲 感谢观看